OK 现在我们来第二段 我们现在做的是 使用者的建立 那使用者建立 你看右边这个地方 你看group ad 我把那个使用者的群组 跟使用者的编号 跟需求都做上去 那你看这个地方 很清楚的 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哪些群组 这个因为 同时有grid infrastructure 还有database 所以这两边 有不同的用户 在使用 所以等一下安装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在这里 我们要做几个群组 3100是all install group add G是群组编号 3100 all install 3200是ASM ADMIN 你要是闲着太慢 你有什么工具可以用 可以用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 摆一边 然后把这个摆一边 然后这样看 也许会好一点 因为这老鼠画面之所以对不准 是因为 这是VNC VNC会有一点这种老鼠的问题 增加群组 群组名称是ASMADMNC 你要指定他的号码 别忘了 他的号码是3200 然后再增加群组 这是ASMADMNC 他的号码是3201 至于你一定要按照这个号码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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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看你的需求 只是今天你上课的关系是这样 名字叫做ASMOPER 然后群组DBA OK 是3300 ALT 是3301 OK 群组做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使用者 一次做完了 我把这个 拉开来 所以如果你希望人家写的指令 你可以直接用 有时候偷懒的方法 也不是不行 你看像这样 USER ADD 这是一个使用者 不行 对不对 好 那 我也不知道他的内容到底差在哪里 不过我就直接做一下 好了 当时为了这个花很多时间 所以还是算 ORACO 那这是第一个 ORACO 资料库的用户 那 ORACO 资料库的用户呢 他的编号是多少 倒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这是说实在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ORACO SOFTWARE Owner 他的密码 就先取 ORACO 他要进行加目录 他的UID 先设三腰洞洞 他的组群组等下再设 你看像这个时候 加到一个线形的群组 那他就自动加到这个O-Install上面 好 那你看O-Install的群组 已经加了ORACO的使用者 ORACO的用户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属群组就要做 所以我选择ORACO 然后在Property这个地方 在群组这个地方 帮他们加上ORACO需要的群组 ASM ADMIN ASM DBA ASM OPER Operator 还有DBA 这四个 好在这边 好 这是ORACO 等一下 ORACO在下面 O-Install 3101 O-Install 好 然后群组是DBA Opera ASM DBA DBA ASM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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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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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 可以 好 因为 O-Install 是310 所以很好对 好 再加一个使用者 它就是Grid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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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tware Owner 它的密码是ORACO DBA 然后它的号码 是 刚做了310 那我们给它3101 它的主群组是Grid O-Install 它的主群组是O-Install ASM DBA ASM Oper 所以我去到Grid 这里来 对它的群组做一些调整 它是O-Install 是它的主群组 所以我拉下来 O-Install 好 然后呢 上面 ASM ADMIN ASM DBA ASM Proper 还有DBA 好 看一下 在群组这里 ASM ADMIN 是Grid ASM DBA 同时是这两个 ASM Oper Oper 还有DBA 同时是这两个 好 然后 这是Oper 群组是Oracle OK 好了 使用者建完 那密码也帮它建好了 现在这一段 这一段相当的重要 作弊 那 怎么作弊 真的很讨厌 因为它这段很长 那 用一个比较快的方法作弊 也许会好一点 那 我们刚见了两个使用者 我们要站在管理员的角度 去到 加目录 这两个使用者的加都会用到 我先到 我先转换身份 SU-Oracle 然后 用Oracle的身份 去开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在它自己的加目录里面 是叫做 Oracle Oracle 先到Grid 先到Grid 就比较快 我把我的身份 换成Grid 然后 在Grid的加目录里面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叫做 Bash Profile 好 然后 现在的问题是 你看 Dem Bash 底线 Pro File 它很短 加了这一串 我觉得 写得相当的好 这个作者写得相当的好 相当相当的好 你可以在 Set Environment for Oracle and Grib 这一段子上面 你可以把它 扣下来 你这个 像这个点被狭隙 这个就可以跳过了 你这 前面这一部分 你可以这样做 真的是一件 这个作者是相当的不错 好 然后 这一段跳过 对不对 好 目录 加目录那个地方 也可以跳过 拉下来 好 跳过 这个 这个 alias 而已 你可以把这一段 这样子开始设 它这边有 设 Grid的Oracle SID Ease ASM1 Plus ASM1 把它汇出 把它汇出 这些 这些环境变数 都会需要的 那为了 让我们 抠起来方便一点 我会用 GDIT 去开它 好 好 然后 就是会 框起来方便吗 好 这边 好 从这里开始 老鼠控制不好 对不对 那种传统的老鼠 好老鼠不一定好用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再来细看这里面的过程 有一些变数是必要的 有一些变数不一定必要 而且两个使用者是两个不同的设定 要小心一点 在这边 这个地方是OK了 我把它 扣起来 到这边 给它 贴上 好 好 我往上拉 好 我们从这里看 你可以看到 这 Oracle SID 在GDIT 这个使用者身上 因为RAC 因为ASM的关系 他把 这个使用者的SID 先设成 Plus ASM1 好 等一下 安装的时候 会严格的按照 他的SID 还有设定的 Oracle Base 还有Oracle Home 安装时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两个变数 Oracle Base 跟Oracle Home 你可以看到 它跟 资料库安装完全不同 Oracle Base 是Oracle OPT Apps Grid Base 安装软体 是Oracle Home 是 O-P-T-D-A-P-P-S Grid 安装软体 就是安装 应用程式 或者是 安装其他的部分 像是 资料库的时候 都不会用Grid 这个名字 安装时 是分开两个地方的 那把 加募录的 那个Beam也 装进去 所以这上面东西 几乎去 你不需要改 你可以 很轻松的把它用完 好 这 后面这两条 表示上前面已经有了 你要或不要留着都可以 存档 这个是 针对Grid 这个用户 推出 我再把它改成 Oracle 同样打开 然后 点Bash 底线 底线 profile 好 然后 前面这个过程 移 差不多 这边是 针对Oracle 这个用户开始 这都一样 好 OK 到这里 然后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 前面内容差不多 然后 它的Oracle SID 是REC 1-1 我要把它改掉 我把它改成传统的Oracle 因为我们不是要做REC 我们要做的是 Oracle Database 然后呢 其他 Oracle Unique Name Oracle Oracle 然后 再来是Oracle Base Oracle Base 你看它的位置 跟刚刚又不一样 OBT APP Database 跟 11.2.1 的DB1 都可以这样 放显在它过去 也就是 安装Grid 的时候 它的变数 跟安装Database 的时候的变数 去安装模仿 OK OK 接着 建立使用者 跟建立目录 使用者的环境变数做完了 我们可以开始做目录了 mkdir opt apps 所以我们现在 推出 变回root cd opt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 我们刚刚 所建立的 解压缩档的 档案的位置 可是 这边并没有 app目录 mkdir-p app app里面要做什么 apps apps 要把它变成 775 apps 然后我多做了一个 apps的目录 change mode 775 apps change owner 是 oracle oinstall apps 有了这个 设定以后 我们的安装词 就可以成功的 在里面 建立新的 这个 资料夹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多加了 user limit 这个user limit 在现在一般的 课程里面 已经很少提到 在很早很早以前 在一般 比较进阶的share 课程里面 会提到 它所在的位置 是etc security 的limit 的limit 打config 好 这 这部分你可以 直接拉到最后 它讲的是 每个使用者 可以使用的 开启的 档案数啊 程序的数量啊 这些东西的设定 你可以把它这样一整块 好 这些准备过程都是相当痛苦的 好 没有管理员全新 又没办法做 那如果没有人带着你做 你自己又 会有很多的疑惑 在pam.d 里面 针对 pam 也是 很早以前 会教的 一种东西 是使用者验证的 可抽换式的模组 那 我们这边针对的是 那个 login 的设定档 shoot 我们应该有一个 对 这边 login 就是它 vi login 关于使用者 登入的 身份验证 像我们这里 我们已经把 seedness都关掉了 事实上 对 seedness的设定来讲 是可以杠掉的 当然 一般来说是 不希望你杠掉 但是我们 这台电脑 是确定是不用seedness 然后 它是这么说的 sessionrequiredpnlimitseed.so 要把使用者的限制 的条件加上去 也就是当使用者 开了太多的档案 之后 就不允许登入 或者登入太多次 就不允许登入 这种状况 好 再第二个是 su 第一个档案 好了 su 是切换使用者的设定 一样 如果人太多 开的档案太多 我登入次数太多 也不给你su 就是做一些限制 然后 activate new limit 把新的 限制加上去 这边的限制 第一次的启动 是要看到 做到 etcprofile 这也是share的设定 我们可以 这样 好 然后复制 然后回来 vi etcprofile 这是每个人登入的时候 都会遇到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 拉到最后面 这样去 然后存档 ok 然后 里面有个seashell的login etc seashell.login 一样拉到最后 然后 接下来是 核心的参数 syscontrol.config 这里你可以 etc syscontrol.config 这个现在一般 考试都会考 那 它本来就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 核心的调教 都要靠这些参数 你可以把这一段 直接 直接做上去 好 你为了它生效 你要打 syscontrol -p 这 考试都会考 像这种东西 直接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然后 建立 两边的secure shell key 就是让它 资料金钥 可以交换 这不是重点 所以我就 算 然后 这是rack部分的 接着 把ASM的 韩式库啊 那些东西装进去 现在我们这几个 ASM的live 是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我记得是在 预设的安装来源上 所以 我用link 连到我自己这里 你们 需要的话 要去上网去找 或者老师 会提供给你们 的 的 的 OK 好 啊 我记得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 这个 然后 可能不在了 好 等一下我先把影片停下来 等一下我把它找到 再把它装上去给你看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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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行 二点 到 下来 下来 你们 在 下来 下来